2月15号上午 湖北武汉市再度爆发数万人上街游行 这是武汉退休老人们第二次抗议当局的医保改革 当局出动警察镇压 多人被警方殴打逮捕 视频显示 警察与民众一度发生肢体冲突 现场有多位老人被推倒在地 据抗争民众介绍 整个上午中山公园附近被堵得水泄不通 当局关闭了附近的地铁车站 并屏蔽了现场手机的网络信号 同时出动数量大巴抓捕抗议老人 由于现场抗议的民众越聚越多 当局也不断出动更多的特警武警前来增援 蛮多警察啊 连闲林特警都过来了了 稍早有退休老人向本台透露 他们中很多人在游行前就已经被控制在家中 不让出门 武汉市自从2月1号开始推出新的医保政策 将退休老人原本每月260元的医保补贴削减了七成到83元 由于当局没有直接回应老人们2月8号的抗议诉求 因此爆发了这次更大规模的抗议 就在同一天 医保改革抗议也蔓延到了辽宁省大连市 数千名大连退休人员聚集在人民广场 抗议官方的医保改革 现场有大量警察戒备 除了武汉和大连 辽宁安刚的退休人员 也因为医保问题前往市政府维权 专家表示过去三年的防疫政策令医保出现亏空 是引发这次抗疫的主要原因 而医保亏空在中国各地已经是普遍面临的问题 因此这一轮医保抗疫 很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间里 在更多的地区爆发蔓延 新台湾记者瑞丽特医记者一日无 纽约采访报道